女士们 先生们 观众 今天 我们将推出娱乐圈的热门资讯 主要焦点是假是凯和洋洋的激烈争论 这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内部故事 我们将在今天的新闻中了解详情 此外 今年夏天 四个小花旦95在热门电视剧中不幸的损失 让我们下面一起说明一下 在光彩夺目的中国娱乐世界中 演员杨洋和他的长期经纪人贾世凯 最近的事态发展引发了深刻的讨论 他们的合作关系 以多年的成功为特征 在合作参演消防医疗剧《我的地球烟火》期间 出现了意外和动荡 杨洋因其出众的外貌和展露头角的明星地位而备受认可 直到《我的地球烟火》的发布才遭遇了一波批评 在这部剧中 他与女演员王楚然合作 不仅受到了评论家和粉丝们对其演技的批评 还有剧情的逻辑问题 包括一个涉及与灭火器调情的场景 此外 在一场亲密戏份中发生的意外浪费水资源的事件 引发了公众的批评 加剧了局势的事关于杨洋和王楚然屏幕之外关系的传言 有关蓄构恋情的流言蔓延使他们的屏幕表现黯然失色 而管理公司的迟钝反应更加加剧了杨洋忠实粉丝的不安情绪 杨洋的经纪人贾世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在有效处理这一危机方面面临挑战 贾世凯选择仅仅评论灭火器事件 而没有提供更全面的回应 导致粉丝们渴望更具综合性的回应 同时也助长了阴谋论的传播 管理公司被认为在此期间的沉默让负面评论不断滋生 随着争议的加剧 细心的网友注意到了杨洋微博资料的显著变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贾世凯联系信息的删除 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引发了 关于他们合作关系状态的广泛猜测 许多人认为贾世凯允许负面传言传播的决定 可能表明他对杨洋不愿 续签合同的决定感到不满 这一举动唤起了人们对杨密离开前 雇主家行传媒的记忆 该公司在他离职前 也曾经历了类似的负面信息涌入 贾世凯的公众形象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不仅包括他处理事态的方式 还有关于他最近在颁奖典礼上 发生的争议性公开行为的报道 在这一混乱局势中 业内和粉丝对此持不同看法 尽管一些人对杨洋表示同情和支持 认为他是受害者 但也有人呼吁更加具有细腻性的理解 承认娱乐行业和其关系的复杂性 总之 杨洋和贾世凯不断展开的故事提醒着我们 明星和经纪人在娱乐界多变的风云中航行时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最近的争议可能会给他们的公众形象蒙上阴影 但也凸显了在公众视线中保持积极形象的重要性 这需要透明沟通和有效的危机管理 95后女演员在夏季电影电视纪的过山车之旅 2023年的夏季电影电视纪被证明是娱乐业一个充满激情 而又动荡不安的时期 90后 95后和00后演员在其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在众多明星中 有四位95后女演员备受瞩目 她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知名度和争议 本文将深入探讨陈兜冷 王楚然 肖战 任敏以及他们的同行宋泽尔的高潮和低谷 皆是明星的动态和在娱乐业中保持职业操守的重要性 本季的杰出表现者之一是陈兜冷 在《莲花楼》中 她不顾早期的批评 以出色的表演脱颖而出 尽管最初存在质疑 但她的敬业精神和才华最终获得了应有的认可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备受期待的《玉古瑶》 被誉为花千古2.0 未能达到前做设定的崇高期望 该剧的主演肖战和任敏 因造型选择和情节问题而遭受严重抨击 令粉丝感到失望和批评 这部备受瞩目的剧集的失败凸显了 在重现备受喜爱的经典作品时 行业的无情本质 王楚然以其令人惊叹的美貌 在《我的人间烟火》中惊艳了观众 然而他在屏幕外的行为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和批评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仅有才华是无法在娱乐业中维持成功的 职业操守和良好行为同样至关重要 尽管他的演技有限 但杨超越在大制作的乔家的儿女中 成功吸引了观众 他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系的能力 展示了在娱乐界中个人魅力和荧幕存在力的力量 宋泽尔的表现赢得了应有的赞誉 但职业生涯上却笼罩着争议的阴影 他被指控涉及逃税 使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可能损害他未来前景的风暴中 这一不幸事件强调了在屏幕内外 都要维护职业操守的重要性 2023年的夏季电影电视 既对95后女演员来说是一次过山车之旅 一些演员如陈都冷和阳超越 设法克服了最初的怀疑和批评 而其他人则面对了行业的严酷现实 就像肖战 任敏和王楚然一样 宋泽尔的逃税争议作为一个鲜明的提醒 凸显了在一个既有回报又无情的行业中 保持职业操守的重要性 最终 这些女演员的经历凸显出在娱乐界取得成功 不仅需要才华 还需要坚韧 谦虚和维护个人声誉的承诺 赵丽颖和杨子 两个30岁女神的美貌秘诀 在不断发展的娱乐界 一些明星能够更加意义生辉 抵挡时间的流逝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外貌 还因为他们的个性 演技以及对不同角色的适应能力 娱乐界的两位明星中 就有这样两位闪耀的人物 他们分别是赵丽颖和杨子 这两位女演员不仅成功地保持了 自己的青春魅力 还通过自己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打造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赵丽颖和杨子的青春魅力 远远超越了他们的外貌 她直跟于他们温暖善良的个性 积极向上的态度 以及具有感染力的微笑 这种内在的积极性 使他们不仅仅适合 而且在扮演青少年角色时 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们的真诚热情闪烁不已 让人无法感受到任何不合适之处 这两位女演员都是自己领域的艺术大师 他们以精湛的演技融入角色的内心情感 巧妙运用微妙的面部表情和手势 营造了观众与所扮演角色之间 深厚的情感连接 他们传达深度和真实感的能力 使他们在众多表演者中脱颖而出 他们持久的知名度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多才多艺的形象 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历史剧 他们都能轻松地将观众带入不同的时代背景 尤其是在历史剧中 赵丽颖和杨子的适应能力 确保观众可以在任何背景下与他们产生共鸣 除了他们的演技之外 他们的个人魅力在他们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和强烈的职业道德 使他们深受粉丝和行业内人士的喜爱 他们不仅仅是表演者 更是鼓舞他人积极态度和愿意迎接新挑战 追求个人成长的榜样 赵丽颖和杨子真正脱颖而出的是 他们对个人和职业成长的坚定承诺 他们不断挑战自己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丰富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突破了自己的能力边界 这种自我提升的执着是他们坚韧和决心的名正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赵丽颖和杨子证明了真正的美丽 存在于一个人的个性深度 对自己领域的精湛掌握 以及不断进化的愿望之中 他们的持久知名度和鼓舞人心的成长历程 为那些渴望在娱乐界和其他领域 开辟自己道路的人们提供了希望之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